伊拉克官員說,多宗協調進行的爆炸和槍擊事件造成至少110人死亡 有關官員說,伊拉克15個以上城市星期一發生的暴力事件造成至少110人死亡 200多人受傷,自從2010年5月10日以來,這是伊拉克暴力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星期一造成傷亡最大的襲擊發生在塔吉,將近40人喪生,幾十人受傷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